蒙上帝恩惠与平安的弟兄姊妹们 上次提过 这个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 实际上在原文中是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 使徒在这整个句子送赞上帝 保罗提醒我们上帝在基督里 就是给了所有的信徒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天上各样的福气 上帝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了 所以保罗就在这句句子里面提醒我们 这些福气有如什么东西 就从第四节他就说 就如就好像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首先他就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 你和我如果是信耶稣的 我们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给在创世之前 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 这个我们是指谁呢 这我们是指所有的基督徒 这我们是指所有软弱 有罪 败坏的基督徒 这我们是指我们这些 本来应该因着我们的罪恶 到地狱去永远公义的受到上帝的审判的基督徒 这些不配得到上帝任何好处的人 这些就是所指的我们 圣经在这里还有多处启示我们 上帝怎样拣选我们这些不配得到他任何好处的人 拣选这些人来得到在基督里得到救赎 得到永生 就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 告诉我们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造他们来 所造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 你相信耶稣为你的救主 你是被神拣选被造来的人 如果你清楚 这个所谓的阿敏念 在这个阿敏念主义中 这些人他很多时候会同意说 圣经的确是有提到拣选这回事 但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拣选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所理解的拣选是说 上帝他在创世之前 他的确选择一些人 但是他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预先的知道 因为上帝什么都知道 所以他们说上帝他预先的知道 当这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会相信耶稣 所以我选他 这个人不会相信的 我知道他不相信的 所以我没有选他 那个我知道他会相信 所以我选他 这是阿敏念主义所认为的 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圣经不是这么启示我们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人在属灵方面 每一个人在属灵方面 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而且这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和十一节 告诉我们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这是上帝说的 没有一个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上帝看似人 他说没有一个好人 没有一个会来寻求上帝的 换句话说 没有一个会相信的 因此绝对没有一个罪人 有这种能力 甚至会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的罪性 使他们甚至恨恶上帝 反上帝 不要上帝 所以如果说 上帝拣选救赎的人 是因为他事先知道 这个人会相信的话 那没有人会被选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所有的罪人都不会相信他 都没有寻求上帝的 圣经告诉我们 看到的指挥是什么呢 看到的指挥是他们的顽固 他们的罪恶 所以如果上帝是事先 看谁可以配得的话 配得他的救恩的话 那他看到的只是 所有的人不止不配得到他的救恩 反而配得到他一切的愤怒 反而配得到他一切的愤怒和审判 因此任何人得救的唯一方法 只有是因为通过上帝的主权 首先拣选了他 然后将这个他所拣选的人 引向上帝那里 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清楚的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所说的 他说若不是猜我来的父吸引人 若不是天父吸引这个人呢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所以有些人听到这里 他就会觉得 上帝选救人 不是因为他是比别人好 所以上帝就救他 不是因为他会相信 所以上帝才救他 而是上帝就这样的救他 那不是很不公平吗 为什么上帝救一些 不救另一些呢 因为上帝不救的人 就要永远到地狱去受审判 所以他们觉得说 上帝不公平 为什么救一些 不救另外一些 实际上 问这样问题的这个人 他呢 没有正确地了解 罪的严重性 有哪一个罪人 是配得上帝去拯救的呢 试问 有哪一个罪人 是配得上帝来拯救的呢 每个人都是顶撞他 反他的 他为何要救这些 反他的罪人 得罪他的罪人呢 根本没有理由嘛 况且上帝救一个人 不是说 好了我救你 你的罪就算了吧 如果上帝是这样做的话 那的确他不公平 他没有跟他这些 他拣选要救的人 来追究他们的罪 反而去追究别人的罪 那如果上帝是这么做的话 上帝的确是不公平 但是上帝不是这么做 为了拯救上帝 自己所拣选的那些人 上帝必须怎么做 上帝必须要他的独生子 来带他们来赎罪 那有哪一个人 可以对上帝说 上帝啊 我配你 叫你的独生子来为我死 叫你的独生子来为我活 因为我配 因为我有这个资格 有谁可以向上帝这么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 我们配的就是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审判 但因为上帝 他因他的恩典和慈悲 当他拣选救赎这个人的时候 是完全出于他的美意 他的主权 他要救谁就救谁 因为要救的这个人 不是免费免了他的罪 因为他所要救的人 他必须叫耶稣他的独生子 来为他受难受死 所以保罗呢 就在这里讲到 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 提到这个拣选论的时候呢 他就说这句话 他说因为他知道有人会说 那么上帝不公平 他说他就怎么回答呢 他说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上帝抢嘴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有谁就像一个 他就说那个 做那个瓦器的 那个瓦匠 从同样的一堆泥土 他想用这堆泥土 做出一个怎样的瓦器 是他的权利 这个瓦器不可以对这个瓦匠说 你为什么做我做成这个形状 这个瓦器没有这个资格 没有这个能力 同样的 我们人 有哪一个人可以对神说 神啊 你为什么不救我 这 轮不到我们这么的问上帝 为了拯救 指明 上帝 我像我说过的 必须要他的独生子 为他们舍命 保罗也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五和十六节说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居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上帝 拯救任何的人 不在乎他做的一切决定 不在乎他的奔跑 就是说他的生命 他是怎样活的 不 完全是在乎这个拣选的上帝 这个发怜悯的上帝 上帝的救恩 完完全全的是出自于他的恩典 他的主权 上帝所拣选救赎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因为他们任何的人 本身有任何的好 任何的条件 没有 他们有的条件 只是配去受审判的条件 一点好条件都没有 只有坏的 因此罗马书同样的 这个讲到拣选的时候 保罗也说在第九章十一节 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这个双胞胎 他们还没有做出什么善恶之前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造人的主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双胞胎是指 以嫂跟雅各 雅各是上帝所拣选的 这个要救赎的这个儿子 以嫂是上帝没有拣选的 其实如果你读这个历史的话 以嫂看来 比雅各像是更好的一个儿子 雅各是一个动心 有很多心机 喜欢动脑筋 去拿别人的东西的 这个所谓的心地 不是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上帝却是选他 而不是选伊嫂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选谁就选谁 因为两个都是一样的罪人 没有一个是配得上帝去拣选的 所以想到这里 这个保罗就送赞上帝 他说愿送赞归于我们的神 因为他曾在耶稣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 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他是按自己的旨意 所喜悦的来拣选我们 圣经清楚地启示了 上帝的拣选的事实 这个是上帝自己向我们启示的 这个上帝拣选的这个真理 不是加尔文 也不是马丁路德 也甚至不是保罗所发明 所想出来的 这是上帝所启示我们的 是出自这个至高无上上帝的旨意 他就要拣选来救赎他的 要救赎的人 所以第四节我们的圣经 今天的经节就说 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又因爱我们 就按自己的义指所喜悦的 预定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第六节的后半端 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赚来的 不是我们应得的 是他在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所以第十一节他也说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 随自己的义士 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所以一切 上帝所拣选是照他的义士 不是有什么人 因为配得 所以他没有办法 好了 我应该救你 没有 完全是出于他的美意 所以上帝呢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从亘古 就预定要拯救 他所拣选的这些人 而不是因为 人犯罪之后 才决定这么做的 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上帝才说 哎呀 现在怎么办 OK 我要救一些人 不是 在创世之前 在 就是 还没有上帝 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 在你和我还没有存在之前 甚至在时间都还没有开始之前 这个 细在 永在的上帝 他就已经决定要 照你和我这个人 和在历史上 他就知道 我要造你这个人 而且我要救你 我拣选了你 我预定要救你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 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救了我们 以圣造造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 万古之仙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在我们都还没有说 我要相信耶稣之前 耶稣就 上帝就已经说 我要选择救你 我预定 你被救 这里 你要清楚 这个影像不是什么 不是好像有时候 我们看人家 那个电视那些抽奖 幸运抽奖节目 什么心松 深松 不懂什么东西 你看他们抽奖 哇那边几千张 那个 那个 幸运抽奖的那个 那个名单 那个主持人就 随便在那边 哎呀 选中这个 陈阿狗啊 上帝救我们 不是这样 上帝救我们 不是说 我要救一百个人 所以随便抽一百个人就好了 不是 上帝所救的每一个人 所拣选的每一个人 不是随便乱抽来选 他是指定选 我选你 我选你 陈阿狗 我选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可以了解 上帝这恩典的伟大吗 如果你和我是基督徒 我们不是幸运被抽奖 这是因为上帝从创造我们之前 就说 我会创造你这个人 而且我知道你会是个罪人 但是我要拯救你 当你和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可不应该像保罗一样的 送赞上帝的名吗 这个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八节说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下一句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那边有很多人 很多人没有信 但是有一些人信 这些信的人是什么人 这里告诉我们 所信的人是那些 被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 预先上帝 预先定下 要给他们得永生的人 这些人都信了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也说 因为他就是上帝 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这里预先知道 像我刚才讲的 不是因为上帝 他知道将来的事 所以他预先知道 这里这个知道 是亲密的知道 亲密的认识 他在我们还没有被创造之前 他就要来拣选我们 所以不是无名无姓 随随便便选的 是的确有这个人 所以他选你这个人 他所认识的这个人 弟兄姊妹 这所谓的预定论 很多人觉得 你们改革宗教会 讲什么预定论 什么这种这样冷酷的 这种教育 跟人家讲上帝 救一些人 没有救一些人 这真的是听起来 好像上帝很冷酷 上帝很冷酷 上帝从创造世界之前 就知道有你这个人 这个罪人 这个不配得到任何好处的人 他却说 我要救你 我要叫我的独生子 为你而死 是冷酷的道 这是使我们欢呼的道 这是使我们感恩 赞美上帝的道 因为上帝这么的 在永世就爱我们 甚至叫他的独生子 在历史上降世为人 为我们死 他在永世就决定要爱我们 主耶稣在永世就决定说 我将在历史的一个时刻 降世来为这个人死 来为这个人赎罪 而且 他呢 还在 适当的时刻 他愿意的时刻 感动我们的心 软化我们的心 去寻求他 使我们这些 世上在罪恶中的人 能够被寻回 在属灵上瞎眼的人 能够再次的 能够看见 我们得救 全是靠上帝 如果我们的得救 在任何方面 是必须靠我们 才能完成的话 就算是一巴仙 就算上帝做九十九巴仙 留下这一巴仙 你和我必须靠 自己的力量去做的话 那么没有一个人 能够得救 但感谢上帝 我们得救 完完全全是靠上帝 难怪保罗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不只这样 上帝不只说 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在第五节还告诉我们 上帝预定我们 接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所以在这改革宗教义 我们经常会听到 拣选论 预定论 这拣选跟预定 是有什么分别吗 拣选跟预定 其实很相似 但是它们两个 其中有细微的差别 拣选是特别指 上帝怎么的选择 要救赎那些 他要拯救的人 他选 他选救你 救你 没有选这个人 但这个预定呢 预定是指上帝 预先为我们定下的结局 他选这个人 因为他预定 预备定下 他的旨意 要使他什么呢 在这里 第五节不是告诉我们 要使他接着基督 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他不只是选择要救我们 他还预定 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现在弟兄姊妹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 是父与子的关系 像我们这样该死的罪人 上帝竟然怜悯我们 不只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还让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救我们 拯救我们 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还让我们做他的儿女 这可不应当使我们 欢呼赞美他吗 让我们可以 称他为我们的阿爸父 这是这个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所告诉我们的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他不是拯救赎回我们 来做他的奴仆 他拯救我们 做他的儿女 我们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 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再来这个 加拉太书第四章 第六节说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神叫他的圣灵 居住在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 让他清楚地知道 神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 有谁可以随随便便说 神是我的父亲 神是我的天父 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 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人 他能够有这个确据知道 上帝是我的天父 这也就是为什么 耶稣基督当他教导 他的这些 跟随他的人 怎么祷告的时候 他教导我们 称上帝为 我们在天上的父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当你和我祷告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句话有时候讲得太多 我们忘记了这里面的含义 忘记了上帝是我的父 哇 上帝是我的天父 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 所以下次我们祷告的时候 如果我们 称上帝为天父的时候 事事就暂停一下 思考 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 我在天上的父 我在天上的父 我的天父 我可以到你这里来 我可以向你祷告 哦 上帝你是值得 被称颂的上帝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 你看 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 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的慈爱 上帝竟然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成为祂的儿女 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竟然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 被带进神的家 神的国 作为祂的儿女 作为祂的后 作为上帝的后事 上帝与上帝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同做后事 后事就是那些所有可以承受 基业的这些儿女们 如果这不使我们高兴地 跳起来敬拜赞美上帝的话 这就意味着 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地理解 成为上帝极大的父亲 如果你听到说 上帝使我成为祂的儿女 不会感到高兴 不会感到惊奇 那你真的是不明白 成为儿女的福气 是如何的美好 诗篇65篇第4节说 你所拣选 使祂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 知足了 第二点这里 我们今天的经节也告诉我们 上帝拣选我们 是因为在基督里 上帝爱我们 上帝拣选我们 是因为在基督里 祂爱我们 为什么我们被上帝选中呢 第5节说 因为爱我们 就按自己义子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接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约翰一书第4章第19节也说 我们爱 为什么呢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因为上帝 先爱我们 上帝 是因为 爱我们 祂拣选了我们 我们有什么可爱 一点都没有可爱之处 但是 祂为什么爱我们 是因为 在祂爱之里面 祂爱我们 罗马书第5章第8节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像我说的 我们没有任何可爱之处 那上帝为什么爱我们 我们这些 该死的罪人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 为什么上帝 圣洁的上帝 要爱我们 会爱我们 那爱是因为上帝 爱基督 因此呢 在基督里 我们被上帝爱 因为上帝爱 所有属于基督 的一切 你听得明白吗 打个比方 就是 我们当中 有些已经做 公公婆婆的 弟兄姊妹 你 当然你爱你的儿女 那你儿女的儿女 你会爱吗 就算你儿女 就是说你的孙儿 孙女们 就算他们 有一点坏蛋 你也会爱他们 为什么 因为你爱所有 你儿子 所生的儿女 你不会说 我讨厌他们的儿女 当然在这世上 也有这些 自私 罪恶的 公公婆婆 但是 我们 会爱 我们儿女 所爱的东西 他爱的这个 他选的这个老公 这个老婆 他爱他 我也 把他当成 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 他爱的 我也爱 对吗 因为你爱 你自己的儿子 你爱你自己的女儿 同样的 上帝为什么 爱你们 爱我 因为他爱 主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 基督所救的 属于他的 他都爱 尽管我们是 这么的软弱 这么的丑陋 他都爱 为什么 因为他爱耶稣 所以他爱 所有耶稣爱的 这是何等 何等大的爱啊 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 第六节说 这恩典 是在他爱之里 所赐给我们的 他爱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他赐这个恩典 给我们 这也是 这爱子是谁 是耶稣基督 因为在耶稣基督 受洗的时候 记得吗 在马太福音 第三章十七节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爱子 所以因为 每一个基督徒 包括你和我 在内 都在基督里 因此呢 我们永永远远 是与圣子联合的 所以 天父同样的 会爱我们 就像我们肢体的 每一个部分 就算有些人说 我很讨厌我这条腿 很难看 很肥 但你就算讨厌 你会把它砍掉吗 不会 你还是会爱惜的 你受伤的时候 你还会照顾的 为什么 因为你爱你自己 你爱你的身体 就算你说 我很讨厌这个部分 这部分很难看 同样的 我们是耶稣的肢体 祂不会丢弃我们 祂反而会爱我们 这真的是难以置信 真的是太美妙了 所以让我们也 想到这里的时候 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 愿送赞都归于 这个上帝 在基督里 赐给我们这样 非常大的福分 那是因为 在耶稣里 我们才能够得到的 如果你和我不在耶稣里 那当然就没有这样的爱了 不是吗 所以 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 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我肯切地 来 叫你来思考这一点 这上帝 祂让你来听到 这个救恩的好信息 如果你还继续地 来顶撞祂 不愿意跟随祂 不愿意将自己 交给祂 那你配得的是什么 你配得的是上帝 公义的审判啊 因为祂这么地 让你有这样多的好处 你每天呼吸的空气 也是祂赐给你的 你的生命也是祂赐给你的 今天你可以平安地到这里来 也是祂在看顾你的 那但你如果还是说 我不要上帝 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去活 那到时候上帝审判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祂面前 站立得住 但如果你今天 能够来相信耶稣 来恳求祂原谅你 恳求祂接受你 你知道你将会得到 上帝所赐的这个 美好的福气 就是成为祂儿女的福气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也可以知道 哎呀 连我这个人 活了这么久 现在上帝 竟然来到我生命 让我认识祂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祂从亘古 还没有创造我之前 就已经拣选要救赎我 预定要使我成为祂的儿子 或女儿的这个美意 哎呀 赞美这个上帝 当你这样相信祂的时候 你是有福的人 那这有福的人 得到拯救的人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第三 我们要思考的就是 祂的拯救呢 是要使我们在 祂里面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在基督里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拣选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罪 全部都堕落 全部都当审辈 受审判到地狱去 它拣选 让我们不要受到这刑罚 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 而是要让我们从罪中 被解救出来 不再做罪的奴仆 所以 对拣选或预定论 很多人有这个误解 他们以为说什么 哦 既然得救不在乎 我们是好人坏人 不在乎我会做什么 是因为 完全是因为上帝 私恩给我 那么 那么好了 我相信耶稣 就可以继续的犯罪 我相信耶稣 就可以继续的 来为自己而活 不用去管他 反正上帝要救我 就救我 他会救我的 这样想法的人 其实就是显出 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 这个人根本不认识 耶稣基督 因为一个真正得救 相信耶稣的人 绝对不会这样想的 因为上帝救赎我们的原因 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而不是救赎我们 给我们这个准证 继续去犯罪 不是 上帝拣选我们 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 也就是说 我们与世隔绝 我们不再数这个世界 我们是属上帝的 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所以 祂要我们成为 没有任何的瑕疵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瑕疵 我们还有我们的罪 罪恶的本性 但是上帝正在更新我们 正在使到我们成为 完完全全 无有瑕疵的基督徒 就像旧约的圣经中 当他们把祭物 带到上帝面前 这个祭物 必须是没有瑕疵的牛羊 不可以有一个脖腿的 或者有病的这些牛羊 来献给上帝 一定要是没有瑕疵的 同样的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 站在上帝的面前呢 只有当我们是没有瑕疵的时候 上帝就会接受我们 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和第二节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当把自己完全圣洁的 献上给上帝 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的良善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这里保罗 劝那些基督徒 不要效法 不要去学习 这世界的这种思想或做法 只要心意更新变化 跟住上帝的话语 那么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神没有拣选罪人 好让他们继续活在罪中 而是使他们成为圣洁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和我说自己是基督徒 那我们是否每天醒来的时候 又会感谢上帝 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天吗 你每天睡觉 你认为明天肯定会起来吗 我们每天都是由上帝 赐给我们的恩典 每一个早上 都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 都是上帝给予我们新的一天 所以我们应当每天的 看到我们都需要上帝 每天的都为主而活 每天的去遵守祂的诫命 与我们的罪作战 宣扬和荣耀上帝的名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 不论你是求学的 你是做生意的 做工的 打工的 在家中做家庭主妇的 不论在家里 在外头 在学校 在公司 在哪里都好 在我们的电脑 电视面前 在我们走在路上的当儿 我们所想所要的 我们都要清楚地知道 上帝正在观看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要得罪祂 我们要听祂的话 而且我们的上帝正在捷径我们 我们要思考上帝啊 我当怎么行 求祢指教我 怎么地为祢而活 我们都要尽全地来服从上帝 在祂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的拣选 是为了叫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虽然在今生 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圣洁 但成圣的过程 从现在就开始了 上帝不是叫我们到天堂的最后那一刻 祂才持我们成圣 然后给我们进天堂 这个成圣的道路 从我们一信主就开始了 所以今天你和我是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靠着主耶稣基督 靠着圣灵的帮助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被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 的确是何等大的福气 愿主帮助我们 每天怀着感恩的心 赞美上帝 与主同行为祂而活 阿们